香港TVB的演员99年的港姐冠军郭宪妮呢 最近出演了由她的先生朱少杰导演的电视剧金玉瑶 而这部电视剧的取景呢 就选在了导演朱少杰的老家河南 是的那这一回回到婆家演戏的郭宪妮倒是相当的兴奋 但是一想到一岁多女儿不在身边多少有一些牵挂 夫妻搭档干活不累 不过没有女儿在身边多了点甜情蜜意 同时也多了一份厚厚的牵挂 其实郭宪妮比老公朱少杰要更早出道很多年 她不仅获得过199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 还在之后出演过多部影视剧 在那部著名的穿越剧《寻情记》中 郭宪妮饰演的琴琴的形象在当时已经家义户晓了 这次的电视剧《金玉瑶》是由朱少杰指导 郭宪妮主演 郭宪妮和朱少杰因戏结缘 这次虽说是他们合作的第二部作品 但却是婚后的首次合作 在片上郭宪妮可是个十足的小女人 一切听导演安排 我都应该听她的 因为我在这个戏我是演员 她是导演 她比较有一个纯密性的看法 《游乐新年地》工作生活两部报道 ョウ 佣 董 董 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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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